看,假设有人欺负点,是吧? 你学会发路,比如说欺负点 你欺负点,不是一个动作吧,你就打一个动作 让你试一下,你看,我看你能不能学习这个动作 来,准备,一二三,开始 学过了,学过了 快点,不然反应过来就完了,速度快 为什么?我这个,我不是教你帮你啊 这个本来就是 我这个,我不是教你帮你,知道吗? 因为三方过来说,他老师说有人欺负他 老乡 老乡就是老乡的,帮他们的白眼狼 就是因为你没有学会愤怒 一个人也学会愤怒,知道吗? 你不学会愤怒的话,就会给人欺负你了 不再帮任何一个老乡,外省的 要帮,就要么帮个美女 老乡欺负你,是吧?老乡欺负你 要么当个帮个美女,能温温气也行 要么就帮个什么,你就 就有价值的,他有什么,给我价值交换 不然我不一概不怕,因为现在白眼狼 很多老乡白眼狼,还外省的白眼狼 遍布全国各地,走到哪都离不开的 你不敢乱看 三方这个歌词很大的,很欺负我 没想到才会有人欺负他 那是,就是因为你太软肉了,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眼光不好,不会识别人 就是因为你不懂得拒绝 你不懂得拒绝 你拒绝的态度是愤怒 你一愤怒就是拒绝 别人就怕你了,以后就不会不转你了 而比方,我一直缠这脸 你要我走开,怎么说 我一直缠这脸 我一直缠这脸 你老是缠着我干什么 没完没完 跟了一种事 你真要说话,很定还不会怕你 我记得你一招 他如果缠着,你再缠着我 缠着我,缠我 我不管 我记得你 不开心 你很明白 兄弟们 下一次你追得不合他 我叫你 你追不合他 他就不感觉你了 他就不会长过你了 懂了吧 就是你一练习性我们的话 就不一练习了 你SI 然后我这里叫功夫吧 对,你师有功夫 你每一说五全 小数多人不花 不怕胖,就这一点感觉是变强 你看,不怕胖 首先,你有力量 如果你力量不够,别人也不怕你 你行,这个力量,每天拿着两盆水 这个水的话有差不多有十斤的 你每天要,一二三四 哎呀,弄坏了 五六七八九十 就是不停的做 做五百个 做五百个,一天做五百个 那么一个月以后你的力量 速度,就是非常快的 对 这个水是量,好快 哈哈哈 你没有一点实力,别人都不怕你 懂了吗? 出门在外,你有实力 你 你今天呢,我就只告诉了这么多 你先歇话歇话 看能不能找我啊